2020庚子年的年末 美国枪支的需求量创下了美国历史最高 根据FBI统计数字 11月单月构枪的背景调查就达到了362万份 考虑到很多人一次购买多支枪 这就意味着有400多万支枪在这个月售出 有770万首次构枪者 这是基于民众对社会形势和自身安全的担忧 美国有3亿多人口 而有多达2.5亿支枪藏于民间 枪支的比例极大 由于枪支的普及 使美国的犯罪分子更多的选择使用枪支犯罪 每年有3万多人死于枪下 20万人因枪案暴力受伤 虽然为枪支增加了恶名 但是这些暴力犯罪行为与枪支的普及 似乎没有多少关系 美国民众 把人民持有携带武器的权利 不受侵犯 写入宪法 并强调 这不是恩赐 这是天赋的权利 在现代的美国社会 普遍持枪对人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可以促使大家的力量发挥趋于平等 拉平了大家的地位 促使大家心平气和更有礼貌的相处 社会更加文明 美国家庭普遍持有枪支 在自己家里击毙认为威胁到自己安全的陌生人 往往是无罪的 这种现状深化了私有财产 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 美国人对家的安全感极强 枪支的普及增加了许多犯罪行为的成本 从而降低了犯罪率 事实上 美国并不是枪支普及率最高的国家 瑞士的枪支普及率高于美国 挪威、丹麦等国的普及率与美国相似 而瑞士法律规定 每家每户都必须配备至少一支步枪 芬兰也是如此 全民持枪能提高国家防御侵略的能力 持枪权在美国具有悠久的历史 美国独立战争源自于莱克星顿的枪声 1796年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明确宣告 美国永不进枪 此为祖训 世代严守 不得侵犯 美国人民热爱枪 就像真爱、自由和真理 全民共建认 不得侵犯 最高的理想 更多的美国奖 最高的理想 最高的地道 有些不下 这么不下 男人 可以 未必 有